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这个世界自从欧战开打以来 似乎越来越明确 分为中国跟俄罗斯团报 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另外一边阵营 今天我们前面几条新闻 都是跟中俄结盟 而和美国对抗有关 首先来看的是 联合国大会周三通过了 谴责俄罗斯并吞乌克兰部分地区的决议案 而投下赞成的票数 比三月初莫斯科刚发动入侵的时候 还多了两票 也就是这个谴责案有143国赞成 和俄罗斯同一阵线的有四国 其中最受主目的就是中国 另外35国 包括中国在内总共有35国弃权 不过联大似乎已经对俄罗斯没有约束力 俄军立刻对乌克兰发动另一波攻击 飞弹袭击了40多个城镇 其中盾内刺客有一个小镇 一天之内遭到炮击300次 联合国大会现场掌声响起 荧幕上写着143票赞成 5票反对 35票弃权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232天 国际社会对莫斯科做出最严厉谴责 在联大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谴责俄罗斯 企图非法并吞 乌克兰四个地区 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符联合国宪章原则 要求莫斯科立即无条件撤销决定 这是自二月底俄罗斯入侵以来 联大通过四项决议案中 对乌克兰最强烈的支持 在周三投票前 这项欧盟促成的决议案 在台面下进行激烈游说 最终结果超出最乐观预期 意外获得沙烏地阿拉伯 阿联和巴西等国支持 只有四国与俄罗斯统一阵线 投下反对票 叙利亚 尼加拉瓜 北韩和白俄罗斯 弃权的35票 19票来自非洲 包括南非 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 以及巴基斯坦 古巴等也弃权 在世界需要团结合作 共克时间的时候 突出意识形态分歧 脅迫他国 选边站队 制造孤立打压 推行脱钩 锻炼 是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 不过联大决议仅反映世界舆论 没有法律约束力 据法律约束力的安理会碍于俄罗斯的否决权始终无法采取行动 在联大通过谴责案后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四天 响起空袭警报 遭伊朗制神风无人机攻击 过去24小时 俄罗斯飞弹袭击40多个城镇 根据乌克兰军方 顿内刺客地区一个小镇遭炮击三百多次 南部大城尼古拉耶夫也遭炮轰 乌克兰空军则对25个俄军目标发动三十二次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向国际社会喊话 表示明年需要约五百五十亿美元 相当台币1.7兆的财政支援 其中三成将用在重建基础设施 这几天俄军狂轰猛炸 导致断水断电 恐影响乌克兰过冬 乌克兰总理呼吁夜间减少25%用电 并准备冬衣蜡烛手电筒和电池等必需品 十二号北约成员国防部长齐聚布鲁塞尔 讨论线下面临的双重挑战 制造提供乌克兰武器的同时 也要保护欧洲油管电缆等基础设施 俄罗斯国安会议官员则再次出言警告 如果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总统普清 周四则负哈萨克 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预定在长边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 克里姆林公幕僚透露 到时候土耳其将提出乌克兰和平方案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